被称为台北超级豪宅的陶珠影员 事实中向上旋转的外观相当时尚 干了11年尚未正式启用 财讯董事长谢金河在脸书曝光他的内部 他发文说经过漫长11年的旅程 终于到了最后收尾阶段 被邀请到顶楼餐室 从顶楼上望向台北新一推的夜景 觉得这是服务难得的美丽画面 财讯之中还看到很久不见的前台中市长胡志强 接着胡前市长说现在完全回归家庭 把所有机会让给年轻人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由于逃出影员被CNN评选为全球九大新城市地标 探索频道还为他拍纪录片 一起探好者的神秘面貌 等新闻综合报导 新闻追求真实 说好的不缺电呢 小小的人为是不是就发生这么严重的状况 这就是我们的超前部署吗 事件抽丝剥茧 我们怎样 快筛事迹就是买不到黑暗期即将开始 我们理性思考 我觉得这次也有点太重了 台湾 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您信赖地选择 东森晚间新闻